第137章 碰头 听完赵靖描述完事情的经过 李苗珍差点控制不住自己 拎着飞舰去斩镇北王和护国公去永修 但他已经不是当初下山历练时的新手李苗珍 一年半的历练 让他更加冷静 经验丰富 我知道了 想让我帮你可以 但我需要等待同伴的到来 在此之前 你留在客栈里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李苗珍望着坐在床榻边的赵靖 道 明白了吗 赵靖没有说谎 但他说的未必是事实 这并不矛盾 他已经踏入四品 可此事涉及更高层次的争斗 李苗珍自知水平有限 强行干预 恐遭不测 好的 赵靖点头 表示没有意见 话音方落 他看见屋子里的李苗珍离奇消失 紧接着 他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刚刚睡醒 床边的地面上残留着福禄烧毁后的灰烬 天宗的手段真是让人惊叹啊 赵靖产生了武夫都会有的感慨 另一边 李苗珍返回屋子 取出玉石小径 以手带笔输入信息 金莲道长 我有话要单独与你说 等金莲道长屏蔽了其余成员后 李苗珍传书 我有紧要的是与许奇安联络 天地会成员之间联络过于紧密 也并非好事 金莲道长心里吐槽 充当老实的工具人 为李苗珍和许奇安开启了私聊 二 许奇安 你身在何方 素来山口郡 我有镇北王屠戮百姓的线索了 另一边 镇培王妃在小院里喝茶 闲谈的许奇安 感受到了来自帝叔碎片的心悸 以截手为由 短暂离去 三 你找到什么线索了 二 许奇安 你的办法非常有效 今日我麾下的江湖人士中 有一个叫赵静的突然私底下找我 向我吐露了镇北王屠杀百姓的内幕 等等 你什么时候麾下又有马仔了 你是天生的大姐头吗 许奇安回应道 他潜入在你身边很久了 李苗珍传书解释 有几天了 算一算时间 大概是在我打出名声 不久就找上门来 不过他并没有暴露自己 只说是久仰飞燕女侠的大名 想随我行侠仗义 你知道的 不管我走到哪里 总有一批豪杰争相投奔 我并没有当作一回事 接纳了他 不 我并不知道 相比起来 你特么才是主角吧 飞燕女侠娇躯一颤 便有王霸之气一出 众豪杰纷纷折服 那头就败 许奇安 这符合逻辑 他害怕飞燕女侠是冒名顶替 是镇北王的探子在钓鱼 于是决定近距离观察你 如果我没猜错 他肯定表现出对你万分敬仰 不停找人打听你的近况 李妙真张了张嘴 这都被他猜中了 确实 赵静对他的敬仰不加掩饰 表现出强烈的热情 积极地在团队里打探他的情报 李妙真原以为赵静对他有意 试问哪个走江湖的男人 不敬仰飞燕女侠 他早就习以为常 如今被许奇安点出 他才恍然大悟 又学到了 我看待问题的角度 与他果然存在巨大差异 不愧是许奇安 李妙真沉淀一下知识 继续传书 赵静说 他背后的人物 是楚州不正史郑心怀 镇北王屠杀的百姓 就是整个楚州城 哐当 帝书碎片衰落 发出清脆的声响 许奇安的大脑仿佛被重锤砸了一下 意识出现恍惚 大脑停止思考 整个人猛在原地 楚州城 镇北王竟然图了整座楚州城 他怎么敢 他疯了吗 楚州城是整个州的主城 汇聚了整个州的人才 各行各业的精英 他把城给图了 楚州的气运将荡然无存 过了许久 许奇安深吸一口气 俯身捡起地书碎片 传书道 这不可能 如果是楚州城的话 不可能瞒过蛮子 楚州官场和市井百姓 江湖游侠不可能不知道 这不符合逻辑 李妙真没有回应他 似乎也在思考 这时 金莲道常传书说道 如果是楚州城的话 不正好出人预料吗 你认为不可能 蛮族也认为不可能 谁都认为不可能 哼 评到刚才也是一样 认为妙真受人欺骗 可转念一想 越不可能 反而越有可能 你前阵子不是说 蛮族有术士暗中相助吗 镇北王维有兵形显拙 才能瞒天过海 许奇安搓了搓脸 强行压住翻涌沸腾的怒火 传书反驳 可他如何瞒住各方势力 有件事我没告诉你们 万妖国余孽也参与进来了 蛮族 神秘术士 万妖国余孽 这些都是九州顶尖的大势力 想瞒过他们 难度有多大 可想而知 李妙真 见缝插针 给出自己的看法 会不会是术士干的 你说过 术士能屏蔽天机 让人忽略某些事件或人 许奇安想都没想 否决了李妙真的猜测 首先 如果屏蔽天机的话 写图三千里的案子不会出现 甚至镇北王自己都会忘记这回事 其次 屏蔽天机是让人忘记相关记忆 或忽略相关事件 而不是彻底抹去痕迹 我打个比方 你李妙真把金鸾殿给砸了 有数是替你屏蔽天机 皇帝和朝堂诸公会忘记 是你砸的金鸾殿 并对金鸾殿的破损感到迷惑 但金鸾殿被破坏了 就是被破坏了 痕迹无法抹去 李妙真明白了 并不是术士屏蔽了事件 如果是监政出手 那么朝廷至今也不知道 卸图三千里事件 而现实里 楚州变成了废墟 变成了鬼城 现在是大家都知道 卸图三千里岸 却都找不到他的地点 恰好相反 念头分成间 他看见许其安传书询问 那个不正使郑心怀 怎么逃出来的 李妙真立刻回复 据赵金说 当日图成的不是镇北王 而是都指挥使雀永修 当日镇北王率兵组结 蛮族尤其不在楚州 这是典型的制造不在场证据呀 同时也是烟雾弹 毕竟镇北王自身是 各方视线的焦点 他离开楚州 也就带走了大部分的视线 那个什么都指挥使 借机屠杀城中百姓 许其安传书道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李妙真 大概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 三皇县青楼里的 暗字草姑娘说过 大概在一个月前 三皇县突然实行严格的出入检查 最初我以为是在找我 如今看来 找的是这位楚州不证实 许其安念头转动间 又提出一个问题 那位赵金 没经历过此事吧 李妙真传书道 赵金的有位兄弟 是郑兴怀府上的客卿 事发之后 郑兴怀在侍卫的护送下 一路逃亡 潜藏了起来 于暗中招纳正义之事 试图揭发镇北王暴行 却都杳无音信 许其安有一堆细节想问 但隔着帝书 说不清楚 当即传书道 行 我立刻过来 你短则半天 长则明日 我便能抵达 结束传书 许其安收好帝书碎片 返回院中 坐在桌边的王妃 一手脱腮 另一只手在桌面写写画画 嘴里哼着小调 嗓音柔媚悦耳 王妃 我知道镇北王 屠戮百姓的地点了 许其安在桌边坐下 脸色凝重 不是西口郡吗 王妃反问 许其安摇摇头 凝视着大风 第一美人平庸的脸蛋 表情严肃 咱们出来这么久 一直躲躲藏藏 不敢见人 现在 终于到了和你丈夫 见面的时候了 一切恩怨 都要清算 王妃笑容收敛 神色古怪地看着她 你这话 听起来怪怪的 她突然瞪大眼睛 只见对面的臭男人挥舞手刀 朝她后颈砍来 王妃因为没有保护好后颈 被直击要害 英明生理 趴在桌面昏厥 敲晕王妃后 许其安不太放心 又对了一杯迷魂酒 灌进王妃的小嘴 应该够她睡两天了 这才放心地取出地书碎片 把它装进里面 而后 她撕下一叶纸 以气机引燃 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能日飞千里 许其安悠然道 呼 气流被搅动 那是隐形的翅膀展开造成的 许其安扇动隐形的翅膀 脚下灰尘扬起 她冲天而起 直入云霄 到达一定高度后 陡然辙转 朝着东北方向飞去 天高地阔 山脉河流聚在身下 蜿蜒的河流如同银带 起伏的山峰 透着不同的巍峨和雄旗 儒家法术 简直是作弊 她只用了一个半时辰 就从遥远的西南部 飞到了楚州的北部 风景独秀 其实能带她上天玩玩 也是一个奇妙的体验 但我现在要去做正事 不能再随身携带王妃 咦 我最近似乎常常 把她放在心里 可我明明都不缠她身子 许其安心里嘀咕着 挑了一座无人的山峰降落 然后展开地图看了一眼 发现距离北山峻还有八十多里 这一次没有施展儒家法术 不行前往 一来是太浪费纸张 二来肩膀吃不消 儒家法术的反噬 与施展技能威力的大小有关 这类飞行法术 顶多是事后肩颈疼痛 被歪着脖子 黄昏前 她来到了北山峻 顶着学二郎俊美的脸 戴着雕帽 歪着脖子 找人打听到客栈的地点后 不多时她便寻上门来 敲响李妙珍的房门 是 李妙珍打开门 见到久别的朋友 本来是很欣喜的 但是 这个朋友歪着头 斜着眼 冷冰冰地盯着她 你怎么了 李妙珍后退一步 醋没道 落枕了 许其安歪着头说 李妙珍没有多问 引着她进来 吩咐捂着嘴边笑的 酥酥倒茶 时间紧迫 咱们长话短说吧 许其安故意失手 打翻茶杯 滚烫的茶水 泼到酥酥的胸口 直老婆三六弟的大胸 露气般地憋了下去 酥酥跺脚 怒道 主人 你看她 你看她 一见面就欺负我 李妙珍无奈地瞪一眼 许其安 取出米糊和纸 道 你自己糊一下胸 其实这样也挺好 省得你到处勾搭男人 这个假胸 他也一直看着不爽 打发了酥酥 他问道 你的想法是 许其安惩罚过女鬼 指头敲击桌面 没做犹豫 当然是去见一见 那位不正使 李妙珍皱眉道 你不怕是陷阱 许其安笑着摇头 概率不大 他笃定的语气 让李妙珍心里移动 迫切地追问 怎么说 他喜欢听许其安盘逻辑 能学一点是一点 是 你不怕是陷阱 但你不怕是陷阱 是陷阱 是陷阱 是陷阱